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林志賢是圈內很有名的校長 他每天都要跟他媽媽 打那種兩個小時的電話 那個就變態了 因為那個時候 兩點鐘太久了 我媽唸我也不過半個鐘頭 志賢說他以前有耍過狠對不對 我從認識他到現場 他從來沒說過一句重話 我想現場看他耍狠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不像會耍狠 他剛剛是個小棉羊 他想抓騙人 有耶 有… 有耶 我以前是真的 而且志賢講的都是真的耶 她說了 Ivy… 剛剛那一段妳說媽媽 我真的很感動 妳好容易哭喔 剛剛看就… 對 而且我覺得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剛剛我看媽媽跪下來 那一面 我其實在看那個監視器 我在看她的臉 然後她整個都臉色變冷 而且還有一點讓我真的相信 妳就是真的 怎麼說 因為我們剛剛看妳眼景的時候 看她的故事 她不是一直哭嗎 可是為什麼妳看林志賢的故事 也哭成這樣 對 一直哭耶 哭點很低啊 像我分娩都會哭 對啊 她看史瑞克都哭了 所以我現在有感覺 對… 哭點低 因為我剛才在通告之前 在打電動 眼油流太多了 沒有…她是對她自己那一段 紅豆湯的故事的餘韻 有沒有看到 你們不會了解那些 所以現在你看 也是一位有為的青年 對不對 我們在節目裡面 爸爸媽媽都有在看妳的演出 有… 所以就慢慢的一點一滴 人生這個萬丈的高樓 也要從平地起來的 擊殺能成塔 妳雖然現在沒有什麼成績 將來妳就慢慢習慣了 我們有機會啦 有機會啦 憲哥 對啦 其實這樣很努力啦 對… 我主持好多我炒尾牙都是他 他當主秀 便宜一直去搶我們的那個活動 難怪是已經找我的很少 他也是模仿憲哥 就是模仿憲哥了啦 對啊 沒問題… 好 沒問題了 就這樣好不好 OK… 先到布洪區 來 媽媽 謝謝 好 第三位已經來了 這位是我個人認為 藝能界裡面算帥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長得很像誰 誰 周潤發 有這麼帥的 誰啊 是周潤發還是大潤發 周潤發 結果一出來是福克多 一起來歡迎邵溪 歡迎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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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帥… 握手 他握手 一定是騙的啦 所以不用看他故事變假的 那故事變假的啦 那故事變假的啦 應該是假的 像不像周潤發 而且他也是國內藝人當中 唯一一位 唯一一位跟Michael Jackson握過手的 真的還假的 怎麼可能啊 我是第二位 你好 很唬爛的一個人啊 對啊 對啊 邵溪但是他內心裡面 有這個一個熱血男兒的真心 我們講誇張 因為現在的社會壓力都很大 很多人都苦中作熱 對… 有些人看到我們的表演 站不起來的人都站起來 腳行動不方便的也到時 而且原本 鑄牙的人看你別人之後都好 這種都是有療癒效用 療癒效用 對 把我們的痛苦 用很誇張的把它收起來 把我們的快樂 很誇張的表現出去 這一段是說的是真心話 真的… 你看現在社會上 有多少很苦的人 對 Ivy 怎麼了 她還在前面的VCR 還沒回答 其實我第二段故事 第一段故事 第二段故事 已經被太感動了 我覺得第三個一定是假的 第三段隨便看看就好 我跟你講 第三段 你可以要求不要看也沒關係 真的嗎 但也不一定喔 因為製作單位 可能利用她這個弱點 我跟妳講 想說宵小的 然後說她不真的 最安全的地方其實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就是製作單位 買了一個大福比 對 我跟妳講 其實剛剛在後面看到 大家都有一個 很美好過去的回憶 是… 其實不管是好的 壞的 但這一段是妳這一輩子 永遠都不會忘掉 對 這是最真實 對不對 而且現在花幾十億都買不到 因為都過去了 有人收藏黃金寶石 對 而我收藏記憶 所以想要看到 所以永遠就是這種記憶 就是一把鑰匙 隨時音樂來的一首歌曲 或者一個畫面 或者一個味道 它就會讓妳回想到過去 這都是最美的 但是你給人家總是一個 玩世不恭的感受 對 我覺得他這個人長那麼帥 對不對 一定每天花天酒地騙女孩子 哥哥的珍貴遺物 讓少溪留下